男人有外星女人该如何利益最大化 先读我的粉丝苏女士的求助 她说我老公以前出轨被我发现后 我提出离婚她没有同意 再三保证不会有下次 以后好好过日子 看在孩子份上我心软了 过了两三年 又一个女人和她有不正当关系被我发现了 我是死活要离婚 她以死相逼还给我下跪 就是不离婚实在没办法 又拖到现在 我们分居已经三年了 前天晚上她出门回家 喝了点酒 手机忘了关 我看见她和前两年的那个女人 不但有联系 而且感情非常好 他们还有一个儿子 已经九岁上三年级了 我该怎么办 我女儿今年刚刚生了孩子才四个月 我们家里开了四个干果店 收入还可以 但是收款转账 全都是转在她的卡上 我想离婚我又不服气 不想这样 我说一下关于这种问题 对于这位女士来讲 你现在最大的危机 不是要不要离婚了 而是你家的钱 你要怎么守住 让你和你的孩子不要吃亏 你老公已经在外面有小孩了 这个事实你没有办法改变 你只能接受 而且这个孩子有继承权的 你说你家的收入 转款都是转到你老公的卡上 也就是你没有掌握 你们家里的财政大权 那这种情况 我的建议就是 一定要去找靠谱的律师 从法律层面 搞清楚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家的资产到底有多少 不动产有多少 婚后你们的共同资产有多少 里面多少是你和小孩的 你心里一定要有数 并且要确保她不会动这些属于你们的不动产 第二对于流动资产 你要注意保存好属于你们的证据 她毕竟和外面的女人不是合法夫妻 她给别人花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你作为合法妻子是由法律背书可以要回来的 所以这方面的证据你要掌握好 第三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有可能她犯了重困罪 具体怎么界定你要去咨询律师 了解清楚 法律层面准备好了 再说你们情感层面 由于她已经在外面有了另外一个家 有了孩子 你要是想让她彻底回归到你这边来 暂时来说难度非常大 而且他们在一起 有孩子这种情况 真的会让你非常受伤害 这种伤害会让你无力在法律层面去保护自己 但是你还是要保护的哦 所以我不建议你现在考虑你和她的关系 而是要考虑自己的心理状态 疗愈自己还有钱的问题 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对了 有力量了 先把财产保护好 她会这么狮子无忌惮 其实就是吃地呢 你没有力量把它怎么样 你就是情绪宣泄一下 你就是叨叨两句 你做不了其他的改变 但是如果你的心理的力量回归了 加上从法律层面对她有所管控了 她才会有所忌惮 为什么我来说 你能够了 你能够了 你能够了